跳脱世俗的思维 用开明的方式认识佛法 绘度法师开示 修行要跳脱世俗思维 用开明的认知感悟佛法 我们看一个双生的佛像 你看到一张佛像 一般人的看到是停留在你的解读 一看这个在搞双生关系 哪里关系 但是以我们的看法就不是 我们的看法是 佛跟菩萨在表现那个卑制双印 所以看你在看这个事情的 那个角度跟理解 那你如果一定把男女关系 看得那么龌龊 那你是不是要先否定你的生命 你能够得到这个生命 不是你爸爸妈妈 搞男女关系出来的 男女关系有那么大的罪恶吗 所以真的很多事情 我们再去深思一下 大概就可以解决 那一样的 那些为什么会一直落在 把这件事情看得那么严重 因为这个人 基本上还没有跳开 对男女关系的认知 他的认知就是做爱的 他还没有超越到说 这个关系其实就是 我们说 阴跟阳的一种互补 你如果能够在这一方面懂一点点 既不会强化 也不会去把它折断 我们晓得 男跟女其实都会有需要 都会有需要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需要当成一种 天经地义的事 不要把它那么排斥 不要把它变得有罪恶感 其实他不会鼓励 不会鼓励说 因为你不把它当成罪恶感 变成你特别耗耀 不会的 反而是一个很正常的疏导 那就好像一个小孩子讲谎言 一个散导的是 可以因为他讲谎话 把他教导到 他以后不讲谎话 而不是因为他讲谎话 我就打他 就骂他 这个反而他以后更讲谎话 因为他怕被指责 被处罚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 智慧跟方便跟慈悲 不能说错了 或者你以为了错 就一杆 要把它打掉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会度法师开示 要用多元的角度思想 去体现佛法的真髓 时放新闻 胡佳萱 郑千俊 高雄采访报导